这应该是慧若琪一生难忘的时刻 2016年她以队长的身份带领中国女排 获得礼约奥运会冠军 女排姑娘们拿着礼约奥运金牌的画面 是那一年中国体育最感动的画面之一 但是没有人知道 哭成这样的慧若琪是兴奋还是难过 诱惑是所有情绪的五味杂陈 就在奥运夺冠那几个月前 她才经历了第二次心脏手术 1991年出生的慧若琪今年29岁 在球场的时间却有20年 2018年慧若琪脱衣告别球场 嫁人 读博士 开始了脱衣后的生活 本期的体坛大魔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排球元气美女慧若琪 在上世纪80年代 老女排创造五连冠辉煌的时候 慧若琪的父母还在东北的一所大学里读书 她们既是中国女排的铁杆球迷 也是校排球队的主力 可她们那时绝对想不到 她们的女儿日后会成为狼平的队员 中国女排的队长 1991年慧若琪在大连出生 八岁的时候父亲慧妃 作为通讯业一家上市公司的高管 从大连调往南京 一家人也移居南京 慧若琪还有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妹妹 慧若璇 慧若琪的父亲虽然不是运动员 但是身高一米九 爱好排球马术高尔夫 慧若琪不仅从小长得比别人高 也流露出惊人的运动天赋 不过小慧若琪的成绩非常好 父母希望她学好功课 没想过让她成为运动员 但是身材高大的慧若琪 还是不断地被排球教练看中 她先是进入南京29中的排球培训班 继而又被业余体校的排球教练看中 开始接受训练 上中学之后 慧若琪用业余时间打球 父母对她的要求是 不能因为打球影响了学业 但是初中的三年里 慧若琪的个儿头和球技同步长高 慕名而来邀请慧若琪的专业排球队越来越多 但所有请求就没慧妈妈一口拒绝 她坚持着女儿要上大学 不同意她离开学校去当职业运动员 慧若琪自己却酷爱球场 在她的坚持之下 慧妈妈跟女儿约定了三年期限 如果三年后在排球上没有成绩 必须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2006年 刚才15岁的慧若琪初中毕业 正式踏入了职业排台 慧妈妈太低估自己的女儿了 根本没到约定的三年之限 慧若琪一个月的时间 就坐上了江苏女排主力位置 一年后 16岁的慧若琪就被当时的 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乡仲 入选国家队级郡大名单 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三级跳 2009年 瑞士女排精英赛是慧若琪首次 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出国比赛 就获得了最佳一传 并在各项技术统计中名列前茅 她逐渐成为了国家队主力 此后 在2009年 意大利女排精英赛 以及世界女排大奖赛等大赛上 担当骑兵 发挥极佳 成为了中国女排最年轻的主力 2010年慧若琪遭遇了运动员生涯的第一次重大伤病 在世界女排大奖赛的一次比赛中 她为了救球摔倒 导致左肩脱臼 自行强行接驳后坚持比赛 又造成了二次脱臼 到现在左肩还都保留着七根钢钉 用以支撑 当年慧若琪因伤病缺席了2010到2011年的主要比赛 2010年她缺席的世界女排锦标赛中 中国女排的成绩也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第10名 2011年慧若琪伤欲复出 再度成为了中国女排的支柱 然而两年间中国女排遭遇重大祈福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输给日本 同年亚洲排球锦标赛又输给泰国 尽管慧若琪的个人统计成绩都不错 但是她经历着团队的失败与低谷 2013年郎平直教中国女排 慧若琪担任新一届的中国女排队长 并率领女排出征2014年世锦赛 和2015年的亚洲锦标赛 这一次分别拿到了银牌和金牌 就在中国女排迎来上升期的时候 慧若琪遭遇了第二次重大伤病 2015年出征世界杯前夕 慧若琪发现身体不适 被确诊为阵发性心动过速 她进行了伪床手术 在理应完全清醒的手术中 她一度昏迷 靠用电击才抢救回来 2016年3月 她又进行了心脏的第二次手术 这一次手术之后仅一个多月 慧若琪就回归国家队 带队出征了2016年瑞士女排精英赛 这是慧若琪两次手术后的第一次比赛 最终中国女排夺冠 她个人更夺得了最佳主攻以及MVP 同年里约运动会 慧若琪再次带领中国女排出战 面临小组赛的失利 最终在决赛圈 先后战胜了巴西 荷兰和塞尔维亚 夺得奥运金牌 在2004年之后 历经12年重新拿回了奥运会金牌 2017年全运会后 慧若琪淡出赛场 2018年2月3日 在教练队友和广大球迷的见证和祝福下 慧若琪光荣退役 告别了18年的运动生涯 除了退役之外 这一年 慧若琪还迎来了另一件人生大事 她和相恋多年的男友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2014年 慧若琪在参加朋友聚会时 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杨真伯 杨真伯是北大医学博士 也是慧若琪的球迷对她一见钟情 一开始 慧若琪没有注意到 这个身高比自己矮七公分的大男生 杨真伯经常去看慧若琪训练 每天都发消息问候慧若琪 但慧若琪根本不搭理她 直到2015年 杨真伯将自己救助流浪狗的照片 发到朋友圈 被慧若琪看到 两个人才有了交流 原来慧若琪非常喜欢小动物 而杨真伯又经常救助流浪犬 这让慧若琪对杨真伯好感倍增 于是两人慢慢有了一些交往 在慧若琪两次接受心脏手术的过程中 杨真伯一直陪伴她 精心照料 和她共同经历职业生涯的高高低低 婚后的慧若琪生活幸福 杨真伯把慧若琪当公主一般宠爱 家里的大小事都由杨真伯来处理 无需慧若琪操心 退役之后 慧若琪成立了慧若琪女排发展基金会 用来帮助贫困儿童和受伤的排球运动员的后续发展 并考入南京师范大学 攻读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 她虽然不再在球场上起跳 扣球 但是还是活跃在各种活动中 积极宣传 推广排球 发挥着曾经女排队长的影响力 将女排精神带给更多人